每一天我们离不开生活环境 要在生活环境的练功 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力 上上阵 做不到 那就去几下 下什么不分别 夜视同仁 在下不知诸 你才能做到随约 自在随约 随约自在 不知诸了 见识烦恼 断掉了 有执着 接着 就是轮回 轮回从哪来的 执着来的 要坚持 要执着 坚固的执着 这轮回心 不执着 轮回心 没有了 才能超越轮回 头一个 不执着 这个肉体 生活 能换下吗 哪一个人 不把身体 当作 对身体 坚固 执着 那 详尽方法 来求保健 能保得住吗 你要对佛法 稍稍明白一些 你就想得 保不住 为什么 刹那生命 你怎么保得住 而且佛跟我们说的很好 一切法从心向神 海贤老和尚有个故事 很值得 我们 欺负 他那个时候还没说 十八岁的时候 得了一个毒疮 退伤 那母亲给他找 医生找医药 都没有笑 他自己忽然悟到了 这是自己的业障 娘药 难治 孕疫病 跟他妈妈讲 不要找医生 不要找药了 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 我求他 专心念观世音菩萨 这个人好 老实 听话正干 他有这个条件 一心 专念观世音菩萨 念了一个多月 传自然好了 再也没有发过了 这个今天 量子力修家 承认了 以心 恐物 用我们的念头 控制物质 身体是物质 他听谁的 听念头的 我们念头 纯净 纯善 什么毛病 都没有了 不要向外求我 向外求不到我 海贤 从这个窗 好了之后 知道 佛菩萨 感应 不可思议 完全投靠佛菩萨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不去找人 不向外求 回过头来求福 夜深 不生病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